大家好,我是你们爱操心的孟老师 今天又操心你们的健康问题 就经常有些人会说 哎呀,我牙疼,可能跟我最近上活有关系 那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在中医里面 这个牙齿跟两个脏腹关系比较密切 那就是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胃 因为那个持者,肾之标,骨之本也 我们的肾呢,在中医里面讲 它是主骨生髓的 主我们的生长发育,还有生殖 那肾中精气呢 它是跟骨骼是关系比较密切的 当我们这个肾经充足,肾气旺盛的时候 我们的骨骼呀,这个状态也比较好 那我们的牙齿呢 那它也属于我们骨的一部分 大家这个都可以理解 所以当肾气好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牙齿也是比较牢固呀 不容易脱落的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说主阳明大肠精和主阳明胃精 它的寻形锁固都会经过我们的牙齿 所以这个肠胃一个消化的情况 和我们的牙齿也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从这两方面讲 尤其是胃肠这一块 大家就更好理解说 为什么上火我会牙疼 今天各位养生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健康问题啊 都可以过来问孟老师 今天又是孟老师爱操心的一天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肾是先天之本 肾对于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肾出现问题 就会出现很多疾病 所以男人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肾 那么肾好不好 我们从手上啊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手指变形 如果你发现自己手指的第一节 比整个手指粗 而且还发圆 就说明你的肾功能受损了 第二手掌气色不好 正常我们的手掌是红白相间的 但是如果你的不是 而且还有轻筋 或者是凹凸不平 没有弹性 这就是肾气不足的表现了 第三手指上涨水泡 如果有手指长小水泡 而且还有搔痒的感觉 挤的时候还会出水 那可能就是肾不好的表现 说明你体内有毒素 没有排出去 第四手指甲出现异常 如果出现指甲前宽后窄 而且那还向上翘起 就可能是肾脏发炎了 还有就是指甲出现发黄的情况 那正常人的指甲是淡淡的红色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也可能是肾不好引起的 第五 小拇指颜色不正常 因为小拇指对应的是肾器官 所以如果小拇指出现颜色不正常 还有白斑 就可能是肾出现了问题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会有动不动就上火的情况 而上火呀 有很多类型 比如呢 干火 胃火 肺火 肾火等 胃火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了 那么怎么分辨自己是不是有胃火呢 会有五个表现 第一个 就是有口臭 有的人认为 口臭可能是因为清洁不到胃所引起的 其实啊 大多数都是因为胃肠功能紊乱 胃火过剩 产生引肚 硫化氢等代谢气体所引起的口臭 第二个 牙龈出血 有时候早上起床刷牙 会发现牙龈有刺痛感 而且啊 还有出血的情况 那么可能就是胃火太胜引起的了 第三个 脸和头发爱出油 很多人脸和头发很爱出油 尤其啊 是鼻子沟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挫疮 可能啊 就是胃火太旺了 第四个 容易口渴 每天喝很多的水 但还是觉得口渴想喝水 而且啊 喜欢吃冷饮和凉的食物 就说明呢 你有胃火了 第五个 经常便秘 已经很注意饮食 多吃水果和蔬菜了 但还是经常出现便秘的情况 而且啊 有的时候还没有胃口 就是呢 胃火太旺引起的了 如果你出现上面这几种情况 就要及时调力去除胃火了 避免病情更加的严重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木子 又到了吃玉米的时候了 吃玉米的方法呀 有很多 那有的人喜欢煮着吃 有的人烤着吃 而且吃玉米还有很多的好处 比如吃玉米可以预防癌症 可以抗衰老 可以保护眼睛 都是因为呢 玉米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那玉米虽然好 但是啊 有两种吃法会害了你 以后呢 别再这么做了 第一种 经常吃糯性的玉米 玉米啊 其实有糯性和非糯性两种 因为糯性的玉米 还有的纤维含量较少 而淀粉含量却很高 达到75%左右 所以糯性玉米口感很好 但是大量吃糯性玉米 会使身体里的热量超标 增加肥胖的概率 第二种 经常吃煮时间太长的玉米 很多人都会把玉米煮很长时间才吃 因为这样的玉米更嫩 更容易消化 但是正是这样 会增加餐后血糖上升的危险 对健康很不利 所以在煮玉米的时候 要选择老一点的玉米 在玉米熟了之后 就马上拿出来 不要再继续煮了 这样才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水平 对身体健康才更有利 所以在吃玉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两点哦 好啦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熬夜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呢 是常态了 不仅是成年人 现在甚至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 都有经常熬夜的情况 那如果孩子经常熬夜的话 是会影响到身高的 因为晚上睡觉啊 对孩子身高增长是很有利的 但是如果长期熬夜的话 就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 导致孩子长不高 那熬夜除了长不高 还有三种危害 一 可能导致抵抗力下降 因为经常熬夜会破坏正常的生理周期 和应答系统 这样就会导致抵抗力越来越低 那孩子要是抵抗力低 就很容易患各种疾病 二 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 如果孩子经常熬夜 就会导致交感神经 第二天没有办法兴奋起来 那这样就会导致记忆力下降 如果严重的 就会导致白天没有精神 而且还头昏脑胀的 三 可能导致视力下降 因为现在的孩子啊 学习压力比较大 很多人啊会熬夜学习 但是啊也有一些孩子 会熬夜玩游戏什么的 这样都会超负荷的使用眼睛 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视力下降 出现眼睛疼痛和干涩的问题 所以晚上是孩子生长的关键时期 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长得高 身体棒 各位家长们一定要避免孩子经常熬夜 这样才能让孩子健康的成长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